第二百五十三章 相识 对于流氓这话 叶涵没有去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讲的却是实情 不过如果有好的家事 女神也未必不能成为女人 就好比唐大少这家伙 他长相一般 身体肥胖 莫书很漂亮 他照样不是将其给拿得下来 当然 这也不是说莫书肤浅 看重的是唐大少的家事 不管怎么说 唐大少泡妞也是有一定手段的 哇 快看 是校草舞天虚也 他来图书馆了 他手上还捧着鲜花 他是要向我表白吗 这时 图书馆的大门口 一名身穿白色西装的青年手捧着鲜花走了进来 青年很英俊 如果帮到银幕上 绝对会成为一代当红小生 别花吃了 人家校草怎么可能是来跟你表白的 对象怎么着也得是校花级别的吧 我看有可能是新近校花李欣然 哼 李欣然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比人家漂亮的那么一丁点吗 一个体重起码有180斤重的女生愤恨地说道 听到这话 图书馆重男同胞集体吐血 不过这五天旭的到来 确实引起了图书馆内很多人的目光 哪怕是校花张月梦都看了他一眼 没有李欣然 还在安安静静地看着自己手上的书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靠 今天是情人节吗 这家伙玩什么浪漫 还送鲜花 流氓不屑地看了一眼那走过来的五天旭 不只是他 五天旭捧着鲜花来到图书馆 基本上都成了男性同胞心里面的攻击对象 不过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校草 不但长得帅 而且家里还很有钱了 在一道道目光的注视下 只见那五天旭捧着鲜花走到了李欣然的面前 一脸微笑地说道 李欣然学妹 李轻易重 这树鲜花还请李同学收下 请问我可以邀请李同学等下一起共进晚餐吗 正在看书的李欣然看了他一眼 然后摘下眼镜 淡淡地说道 五天旭学长 我想几天前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你何必这般坚持了 打扰了我 也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 五天旭并没有因为这话而气馁 他笑道 李欣然学妹 我知道现在的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不过为了你 我可以做任何改变 甚至为了你放弃家族继承人的身份 请李欣然学妹给我一个机会 说着 这五天旭就单膝跪了下去 诚恳地献上手中的鲜花 看到这一幕 图书馆不少花痴女 顿时露出一副羡慕的神色说道 好浪漫哦 要是我是李欣然就好了 太感动了 追小女孩的把戏 张月梦看了一眼 摇了摇头 凭这点伎俩就想追到这个新来的笑花 五天旭 你把这个女人想得太肤浅了 流氓对着五天旭的背影竖起一根中指 说道 还笑草了 这说情话的功夫都还没我好 就这样还想追到李大笑花 再回去练两年再来吧吧 李欣然有些无奈地看着丹西 跪在他面前的五天旭 说道 好吧 我答应陪你吃饭 但仅此一次 我希望以后你不要缠着我 如果你答应的话 现在就可以去 我不想浪费时间 五天旭听到这话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狂喜之色 那其中还有着一抹阴谋得逞的笑意 抬起头来说道 李欣然学妹 你放心 如果你真感觉我五天旭不是你的真命天子 我以后绝对不会缠着你 走吧 李欣然放下手里面的书站了起来 朝着图书馆外面走去 五天旭就跟在他的身后 做足了绅士的样子 不过叶涵总感觉 这家伙刚才笑得有点不对劲 仔细观察了下 他发现这五天旭的手 有意无意地在碰左边裤腿的口袋 好像是在确认什么一样 叶涵使用阴阳法眼看了一眼 五天旭的口袋 在那里面竟然有一个黄色的小瓶子 小瓶子上面还写着催情水三个字 看到这里 叶涵的眼神一冷 豁然站了起来 说道 五天旭学长 你身上的黄色小瓶子掉了 听到这话 正跟在李欣然身后的五天旭 神色一惊 急忙转过身来朝他后面的地上看了看 但是地上什么都没有 他这才知道自己被人耍了 而这时 叶涵已经带着流氓走了过来 正一脸冷笑地看着他 说道 怎么 难道五天旭学长是做贼心虚了吗 你胡说什么 五天旭目光阴沉地看着叶涵 这家伙怎么知道 他身上有个黄色小瓶子 我胡说 叶涵冷笑道 如果你身上没有一个黄色的小瓶子 那么 你为何显得如此惊慌了 还是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文言 李欣然目光怪异地看了一眼 五天旭若有所思 哼 胡搅蛮缠 李欣然学妹 咱们不用管他 五天旭对着叶涵冷哼了一声 转过身 就想牵着李欣然的手走出去 不过李欣然后退两步 让他的手扑了个空 然后看着五天旭 李欣然说道 抱歉 我想今天有点不合适 五天旭学长 咱们还是改天吧 李欣然学妹 你刚才可是答应了我的 李欣然这话 使得五天旭的脸色不好 看了起来 同时 他也冷漠地看了叶涵一眼 就是这个家伙 突然跳出来搅局 不然今天晚上 李欣然这臭女人 就该躺在他的床上呻吟了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五天旭学长 请回吧 李欣然淡淡地说道 随后他走向叶涵 伸出手说道 新来的叶涵同学 你好 你好 叶涵和李欣然握了下手 见到这里 五天旭愤怒地离去 手里的那树花都被他扔了 叶涵看和那五天旭的背影说道 李欣然同学 你应该小心此人 我可以认为是 叶涵同学在背后 说人家坏话吗 李欣然古怪地看了叶涵一眼 叶涵怂怂肩 笑道 你可以这样认为 呵呵 逗你玩的 其实我也看出来 那五天旭没有安好心 你应该是看出什么问题了吧 李欣然那双眼睛 仿佛是一双佛家慧眼一样盯着叶涵 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 仿佛任何人对他而言都没有秘密 你应该来说 咱们一双眼睛的叶涵态